德國漢諾威壽醫學院臨床技術訓練中心 製作了以下與貓狗整下及隨意穿刺之影片 此穿刺實施於漢諾威壽醫學院自行研發之模型 此練習需要以下材料 脊椎穿刺針、無菌飾管、無菌手套、消毒液、棉球以及理髮器 實行老脊隨意穿刺術 動物必須於全身麻醉狀態下進行 動物需側躺 若實行者是右撇子,則動物側躺右側 如果實行者是左撇子,動物則躺左側 於枕骨以及以下兩節頸椎部位 以理髮器除去該部分毛髮並且消毒 理髮部分與影片中之模型無法實施 第二位人員需將動物之頭部彎曲90度 以利於穿刺小腦沿水磁布 動物將被定位於桌子邊緣 以利於施行者進行穿刺 同時並注意保持動物頭部彎曲 即將穿刺的小腦沿水磁布位 位於一個夾翔三角形的中央位置 此夾翔三角形的三個角分別為 第一頸椎之兩個環椎翼的邊緣 以及枕骨上的枕外隆土 實行者需穿戴無菌手套 為了清楚展示假想三角形之三點 影片中操作者會碰觸到未消毒之毛髮 以及已消毒將穿刺之部位 透過大拇指及中指碰觸兩環椎翼之邊緣 用食指碰觸枕外隆土 穿刺點則位於此夾翔三角形的中心 無菌包裝的脊椎穿刺針由第三人蒂羽操作者 脊椎穿刺針將由夾翔三角形之中心點小心緩慢刺入 首先針會穿過皮膚表皮、皮下組織以及肌肉 當穿過腦硬膜時 操作者只見會感受到輕微的穿透感及較少的阻力 以及隨之感受到的輕微吸力 是否抵達正確位置 可透過反覆的小心移除內針來檢測 若於正確位置時 則會有脊髓液流出 用無菌飾管收集脊髓液 0.1毫升的脊髓液已足夠多數的診斷檢查 在小型犬及貓可能只取得更少的脊髓液 練習結束之後 練習結束之後 移除脊髓串刺針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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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